中国疫情难以趋缓 确诊人数来到了53万 死亡人数更冲破2万人 正式超越意大利 光是重灾区 纽约州就有18万人遭感染 超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全国总确诊人数 全美50个州也首次全部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疫情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川普政府还是想尽早复工 重启经济产能 不排除对染病后痊愈的人发放免疫卡 让他们优先复工 洛杉矶延长禁足令 纽约市则宣告公立学校本学期不可能复课 美国疫情直冲天际 死亡人数突破2万 首次超越意大利 确诊跟死亡人数也双双沦为全球最高 更创下史上首次全美50个州 跟华盛顿特区都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光是纽约州感染人数就比世上任何国家的 全国总确诊数还高 但即便如此 美国还是一心想着复工 川普政府考虑对染病后痊愈带有抗体的美国人 发放免疫卡优先复工 佛奇表示抗体检测技术指日可待 到时候将与确诊筛检同时双向进行 因为大多无症状感染者自我痊愈后 体内可能存在抗体 不过就有专家提出警告 专家认为目前对新冠病毒还没有全盘了解 不清楚染病痊愈后是否就百分百免疫 也不确定免疫力可持续多久 而这些答案都还需进一步研究 留人好编译